刚过去的8月念4日,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透露,凯利安·康维念3日晚上,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总统特朗普他于8月底离职,而总统表示支持这一决定。 康维曾在共和党担任竞选经理和战略顾问,并曾是民意调查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2016年总统选举初选后,特朗普任命康维为高级顾问,后来担任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理。 2016年12月,特朗普宣布康维将加入他的政府为总统顾问,自班农辞职后,他于2018年2月被提升为总统高级参赞。 传闻康维在特朗普身边极有影响力,特别是在人事任命的战略布局上,意见多被接受,尤其是早期,在2016年底,为新总统组合白宫团队。 当时我应友好的邀请到华盛顿佐志诚做客,本来安排好了聚会,但最后还是原谦一面。 康维在美国政界上的动态,使我记起今年1月份,还在大都会看守所的一幕。 邻居阿廷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更是对特朗普讨厌极的反对者。 这一天他收到他经营的律师事务所,寄过来的资料,涉及一个在网上疯传的视频,称为MAGA教堂教会,逗得阿廷拍案叫绝。 他看到我一脸不解的样子,便解释说,这是开了一个大玩笑,针对着特朗普自己的口号,令美国重振行风。 这短片重点突出了那些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耶稣的旗号,而盲目支持和无视特朗普的不道德行为和伪善的人。 阿廷滔滔不绝地跟着说,这片子显示了一些福音派牧师的嘴脸,其中包括很有影响力的总统福音顾问委员会成员和白宫宗教顾问。 事实上,特朗普不但挟持了共和党,更透过这些神棍骗子的诸喊,挟持了广大的信徒群众。 知道吗?福音派选民是全国最大的选民团体之一,占2016年选民的26%。 美国的信徒需要一些能透过宗教信念使世界更美好的领袖,而不是那些拜倒在特朗普的神坛前而遗弃信徒和背叛国家的伪先知。 但是,我不仅奇怪地问,是民主党干的好事吗?阿平得意洋洋,财部,使共和党人倒戈相向,林肯项目是于去年2019年12月成立的保守派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致力于通过选举投票,击败总统特朗普,由数名现任和前资深共和党人成立。 该委员会的目标,是为制止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连任,并击败他在美国参议院的支持者。 你知道,谁是这林肯项目的创始成员和顾问吗?阿平也不等我回答,便马上追着说,听过凯利安·康维吗? 他之前曾是特朗普的竞选经理,现在是特朗普白宫里最坚定的捍卫者。 他的律师丈夫乔治·康维就是发起人,也是共和党员。 项目的目标是要说服在摇摆州和地区里对现任政府不满的保守派人士、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 鼓励击败特朗普以及那些不顾人民利益和违背宪法誓言的候选人。 项目筹款的支出主要用于制作、购买和放置广告。 广告旨在于引起焦虑、愤怒和恐惧,充满了情感冲击。 针对的是特朗普的选民散布恐惧的广告,可能对共和党选民更有震撼力。 就是利用共和党的语言、共和党的图层和理论,跟共和党选民讲话,那短片最后的结语为上帝救救我们吧? 真是超绝的精彩。 阿婷又望着我深深的问,难道你们香港没宗教领袖一边在念阿门,一边在喊打倒政府吗? 我哑口无言。